蒂英前回平安 想問大家 你當中 誰是喜歡去旅行的 我也很喜歡去旅行的 不過又沒什麼時間 沒什麼錢 有些人說人生都好像旅行一樣 因為人生都是有起點有終點的 有些人可能在起點與終點之間 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些人可能去得少些 為什麼那些人那麼喜歡去旅行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旅行是來我們放鬆的一個時候 曾港見聞很重要 曾港見聞 如果一個人一生都只是住在一個地方 是不是會覺得很悶 我們人生其實是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嘗試 信耶穌也是一樣 信耶穌我們說的是信心 而信心不是說一時之間的衝動 不是說你突然之間 感覺你好有力量去做一件事 那就叫信心了 因為這個信心是一個旅程來的 即使說這個旅程 我們是肯定你是會遭遇到有失敗 困難的時候 但這個不代表我們是沒有了信心 只不過我們在一個信心的旅程當中 最重要就是我們不要喪失了這個信心 有時我們要在我們的失敗裏面 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我們的計劃 或者我們的生命的態度 剛才我們所讀的聖經 就是在生命記六章十到十二節 這裡有一些背景在這裡 當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從埃及離開 去一個叫做加南的地方 這段聖經就在這裡講到 他說 又說你的神就領你去進去 祂向你列祖 這個列祖就是講阿伯拉罕 以色和雅各所應許給他們的地 這個地就是加南地了 這個地方是怎樣的 這個地方他說 有成一的 又大又美 但是不是你建造的 有房屋 裝滿了各樣的美物 不是你裝滿的 有造成的水井 又不是你造的 有葡萄園 橄欖園 都不是你所栽種的 他就講到 你吃了會得到飽足 他說 但是這件事 很小心的 要聽說 你要謹慎 他說 免得你忘記了 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 本來是奴隸的 領出來的那個是誰 就是你的神耶和華 這段聖經講到 當中的成一房屋 美物水井 葡萄園 橄欖園 都是神賜給以色列人的 是神為以色列的百姓所預備的 也都不單止是為以色列的百姓預備 也是為了你和我去預備的 在這裡講到 神的恩典是賜給我們 都不是我們所建造 不是我們所裝滿 不是我們所作 不是我們所栽 是神白白的事給我們的 這句就代表了神的恩典了 我們講恩典 就是說 不是我們賺回來的 不是我們用功勞換回來的 今天我們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純粹是上帝的恩典 可能有人會覺得 他說 這個加南地 以色列是打仗 打回來的 但是其實是上帝是幫助 這個以色列民是爭戰 是贏得這個加南地 那麼目的就是要去塑造 他的百姓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之後是要在地上 完成神交給他們的使命 如果我們看回 今天我們信了耶穌之後 我們那個屬靈的生命成長 都會有點相似 因為神會預備 一些困難 一些挑戰 來給我們 但是這裡 都是有神美好的心意 在當中的 因為我們要經歷這些事 才會長大成熟 而我們要知道 這些爭戰的成敗 其實是在乎我們所信的神 耶和華 德性的不是以色列的百姓 不是他們的功勞 而是神的恩典 在這裡講到 加南地的那個地方 有城邑、房屋、水井、果園 就是神為以色列民所預備的 今天如果我們的生命 是覺得是飢渴 很肚餓的時候 其實神都會為我們預備恩典 神會用方法 來飽足我們的生命 當你接受了耶穌之後 就會有一個 是榮耀永生的城 為你存留 這個城是有很漂亮的屋 就讓你去住 有這個活水 來解決你生命的肝渴 又有生命的果子 令你得飽足 這個就是將來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去的天家 這個信心之類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開始的一步 這個信心既然是一個過程 我們就不可以 停留在腦海中 一些的景象 否則就是我們好像 在這裡發白日夢而已 我們這個信心 是需要被裝備起來 然後就要決定 是扶知行動 走這個第一步 而通常走這個第一步 是最困難的 很多人信耶穌的時候 可能想來想去 計來計去 做那個決定 是會很困難 但你開始走一步之後 前面的路 就變得反而容易 但不是說 我們在這個信心的旅程上面 我們是不會遇到風險 失敗損失 或者說 我們不會有擔心的時候 不會有懼怕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說這個信心之類 其實有多少是超越我們的邏輯思維 不是一些自然成就理所當然的事 像以斯利人 進入加南的時候 其實他們看到那些加南人 是高大威猛 他們是非常害怕的 他們根本就不敢跟他打 當我們看到耶利哥城 非常高大的城牆 非常堅固 根本他們的思想上 就不覺得他們可以攻破這個城 但在神的大令下 他們攻入耶利哥城 是不費一兵一卒 在我們人生裡面 當然我們會面對懼怕 但我們不能被懼怕來控制 在我們行動中 我們會面對失敗 但這個不是真正的失敗 一個人最大的失敗 就是他不敢去嘗試 沒有行動 永遠都是坐在那裡 這個就是最大的失敗 好像一個他是 憑這個信心出海打雨的人 就算他空手而回 他也是勝過一個 因為沒有信心 永遠不敢出海捕雨的人 同樣一個是憑信心 他要登上這個最高的風 但是途中他是遭遇失敗的人 他也是強過一個 永遠躲在山腳下面 不敢登山的人 所以這個信心 是要我們有勇氣的去走第一步 有這個勇氣繼續走下去 但這個信心不是盲目的 這個信心 我們是有目標 有內容 有根據的 我們是有長遠的意義和目的 如果不是 我們含入了一個盲目的 一個空洞的 茂然行事的裡面 當我們說我們有信心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要自己去想一想 我們是不是為這個信心之旅 做好準備 而這個信心是需要磨練和預備的 我們看回這個摩西 神給他在年輕的時候 經歷了很多事情 但他本來是一個埃及的王子 建國變成了一個逃犯 走了一個抗野去牧羊四十年 到了八十歲的時候 神才呼召他 偉爾這個重任 要他帶領超過二百萬的以色列人來出埃及 而面對在四十年的抗野生活的考驗 神是一步一步去預備他的 所以我們是有一個心理準備 神是要磨練我們的 就算你要跑馬拉松 你不可以毫無訓練 一跑就跑馬拉松 我們要跑十公里開始 十公里開始 有信心就跑半馬 跟著才跑全馬 你一跑就跑全馬 可能有生命危險的 所以神使用你的時候 其實他是給你機會去磨練 這些磨練就是一個訓練 第二點就是信心我們要計一計代價 好像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一節這樣說 他說你們哪一個人要建一座樓 是不是要先坐下來計算要花多少錢 起不起得盛 他說恐怕你做完地基 就起不成 人家見到又會笑你 又好像一個王 他要帶兵出去打仗 他要計一計 他自己帶一萬的兵 可不可以和敵人二萬的兵來打呢 這裡說了一件事就是 我們走這個信心之旅 的確是要負上一些代價 即使譬如我們今天我們信了耶穌 其實我們有些事情要做的 你要回教會 你要看一下聖經 你要參加一些譬如 團契小組 慢慢對這個信仰是更加多的了解 這些都是你要付出一些時間精神 第三點呢 這個信心是要我們要有專注的目標 當我們專注我們的目標的時候 我們對那些無關重要的事情 我們就可以放下它了 我們專注的目標就是 讓我們不要分散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能力和注意力 即使譬如我們現在 我們是信了耶穌了 信了基督教了 那我們就不要再去信其他的宗教了 我們就要專心去信這個基督教了 即使譬如你走過廟 又不要去去拜一拜 我們不需要的了 而且我們所信這個神 他們是不 這位神是不喜歡我們這樣做 他要求我們是很專注的 敬拜這個獨一的真神 第四點 這個信心是需要我們主動的出擊的 有了信心一定要有行動 聖經告訴我們 沒有行動的信心是死的 而這個信心的源頭 就是我們聽見神的話語 聖經是開始的 其實我們能不能夠進入信心之旅 就在於我們怎樣去回應神的話語 有時我們以為我們很有信心 但其實我們就是很不夠信心的 一個故事是這樣說的 他說有一個小鎮很久沒有下雨了 農作物是損失慘重 於是大家集合在一起 準備在教堂 舉行一個求雨的祈禱會 這間教會就很多人來了去參加這個求雨的祈禱會 在民眾裏面有一個小女兒 這個小女兒因為她生了矮小 她入了個教堂 沒有人見到她 但當這個聚會結束之後 這個牧師就很激動在台上 就指著她 她說這個小妹妹今天讓我很大的感動 大家於是就看一看這個小妹妹 她說今天我們來祈禱求神是降雨 但是在整個會堂裏面 只有一個人就是這個小妹妹 她會帶雨傘來的 大家明白不明白意思嗎 應該很清楚了吧 除非這個小妹妹她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懂 就隨便立了把傘來 應該就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小妹妹她很有信心 在祈禱之後會下雨的 所以她帶著傘來 所以有時我們講信心 可能我們不及那些小朋友 跟著以下一個見證 這一位的朋友 她是烏干達 這個人叫阿斯亞 她故意不讓人見到她的樣子 因為你知道她背景 你明白她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當這個阿斯亞 她很小的時候 她媽媽帶她在一起 她本來是伊斯蘭教徒 是回教徒來的 她媽媽帶著她 去了信耶穌 這個阿斯亞的爸爸 就是會教徒來的 她知道她這個太太要信耶穌 就將她的生意 就毀掉了 破壞了她 她本來有生意在做的 而且企圖又要殺掉她的子女 這位阿斯亞的媽媽 就為了安全帶走了她的子女 就讓她們流落在街頭 她過了一些無家可歸的生活 但是這位媽媽 她依然是跟人分享見證 所以最後她也是被人殺害了 這個阿斯亞她就是 承傳了她媽媽的信仰 就是她信了耶穌 她說她記得有一天 她媽媽也是跟人傳福音 當時有80個回教徒 就決定是信耶穌 她回憶的話 她說我們因著媽媽的信心 決定跟隨耶穌 我們就開始為自己的問題去祈禱 她說每次祈禱之後 神都會派陌生人 給他們一些食物 給他們有幫助 給他們盼望 所以他們是更加的來信靠神 也都在神的恩典之下 這些小朋友 就被送去不同基督徒的家庭 來祈禱 阿斯亞就被一個牧師的家庭收養了 就因為這樣 就孕育了她 她要去服侍一些弱勢兒童的熱情 阿斯亞自己開了一間孤兒院 她就在她曾經居住的街道上 開一間孤兒院 就要照顧和教育那些弱勢兒童 她就說 她說她很理解這些小朋友的痛苦 因為她自己都經歷過 所以她的決心 就要教這些小朋友 神的話語 要重拾他們的盼望 將他們培養成為一個敬畏神的小孩 而這個教會 都是成為阿斯亞的信心之旅的支持者 她是非常多謝一個機構 這個是基督教的機構 就叫做躺開的門 就支持了她 就供她去讀書 給她學費 食物 還有衣服 給她有輔導 還有一些創傷治療 她說對她的幫助很大 這個阿斯亞 最後她是完成了兩個學位 一個工商管理的學位 和一個會計的學位 她說由於教會的支持 她人生在最黑暗的時候 找到了神 還有生活是有盼望 這個圖 你看到一個很簡陋的房間 就是她開設的孤兒園 她希望她要逐步擴大這間孤兒園 她要照顧更多有需要的小朋友 她要考驗她的信心 她說她每一次分享她自己的生命見證 給這些小朋友聽的時候 她看到這個小朋友 是燃起了一個是基督的盼望 因為這些小朋友 就正如這個阿斯亞 是年輕的時候 一樣的處境 因為他們信了耶穌之後 他們家庭不要她 變成孤兒 她自己的經歷 就成為這些小朋友 一個的盼望 所以看到這個信心之旅 其實是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富蘭克林有一句名言 她說死於25歲 就葬於75歲 這句說話 她形容很多人 在25歲的時候 外表看來很正常 但是內心 其實已經沒有了生氣 沒有了活力 和沒有了盼望 其實很多人都是 很多人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很多事情想做 但是當我們長大成年之後 步入社會 就看到很多職場 生活的壓力 慢慢我們就選擇了妥協 就放棄了我們的夢想 慢慢我們是 變成了怎樣 委曲求全 做一些能夠維持日常生活的工作 就算了 我們已經再沒有了鬥志 沒有了這個活力 就是來拼下去了 只不過是等到75歲 我們年老的時候 就死了之後 就埋葬了 她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25歲的時候 其實已經死了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人生的盡頭 是怎樣 是一個沒有異常的生命 早已經提前枯毀了 所以這句說話提醒我們 我們要好好地規劃 我們自己人生 我們不是混混混混混 這樣就過了一生 另外一位我們很熟悉的 戴德生 這個宣教士 他這樣說過 他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神的旨意是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不可能 第二個階段 就是可能 第三個階段 就是成了 這意思是說 很多時候 神叫我們走這條信心之旅 第一個感覺就是不可能 好像當天 神呼召摩西 去帶領幾百萬的以色列人 摩西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是沒有可能的 摩西只不過是純服 他就接了這個使命而已 一般人都不會接這個使命 因為我們的心裏面 想到的就是 是不可能成功的 接著在神的帶領之下 就變得可能了 我看到以色列人 他在四十年的抗疫生活裏面 其實經歷了無數的神跡 所以就變得可能 但是當中 其實都是有很可惜遺憾的 就是其實當天跟摩西出去的人 只有三個是最終入到加南的 最後就是成了第三個階段 他們終於就去到加南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說 其實他們所做的都不差 他為了他們下一代 我入不到加南 就是我下一代入到 其實今天我們信耶穌 我們都要想想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這個信仰是否可以傳承到 給我們下一代 這個也是我們教會存在的目的 教會存在不是單單為了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要傳福音 我們要帶人回來的 我們要將這個信仰傳承給我們下一代 靠我們做不到的 是要靠神 從不可能變成可能 因為很多信心的功課都是這樣的 開始的時候看來不可能 慢慢又變成可能 最後我們成功了的時候 我們記得我們要讚美主 感謝主 不要忘記了神的恩典在當中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經文 提醒我們 他們入到加南地 那些事情全部不是他們做的 是神在他們預備的 最後那一節聖經說到什麼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是神帶領他們的 最後一節聖經是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這一節聖經是非常有力的 甚至我說是無敵的 信的人 凡事都能 你說 哎呀我帶領我的親人朋友信耶穌很難 但是這裡聖經說凡事都能 你信不信呢 你又不是這樣去信呢 這個是神給我們的應許 而很多時候我們是真的有信心不足 所以是要求神幫助我們 你說我試過但是失敗了 但是失敗永遠不是最後的結果 除非你是主動選擇了放棄 真正失敗的人就是放棄的人 但是神從來沒有放棄過我們 本來我們都是一個失敗的人 但是神從來沒有放棄我們 我們一起祷告